泰国总理巴玉2号下午结束内阁会议 针对国际社会持续关注的罗兴亚海上难民问题 做出了新的指示 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是泰国总理府 泰国总理巴玉在今天的内阁会议上表示 泰国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巴毅 在新加坡香格里拉会议上就罗兴亚人问题指出 受计风影响 泰国方面将在近期开始减少海面的船只及飞机救援行动 预计两周以后将停止救援工作 国际社会方面对泰国长期以来的救援行动表示高度赞扬 来看现场报道 泰国总理巴玉称 截至目前各个国家已经援救了超过4000名的罗兴亚难民 泰国政府也将会在其他领域继续展开后续的救援行动 直到罗兴亚难民的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为止 但是国际社会的持续救援 并不能完全解救这些罗兴亚人 因为只要还有冲突和战争存在 就永远会有流离失所的难民 他们还是会逃往其他国家躲避灾难 再次重复今天海上的难民问题 所以一定要找到更好的解决方式 帮助他们完成生活上的自给自足 才能让他们免受战争之苦 这份提议目前已经提交到了联合国 并获得了肯定 东盟卫视MGTV记者雷生鹏 龚晓 泰国曼谷报道